阿嬤高齡90多歲 然後本身慢性病很多 也是幾乎臥腸的狀態 那這一次因為這個新冠肺炎的感染 是屬於重症的情況 那收到我們這個中華院局的 這個新冠的專責病房 那我們胸腔內科的專責病房團隊 非常細心的照料 除了針對肺炎治療以外 中間有急性腎臟的衰竭 也感謝腎臟科的團隊 馬上幫他做了適當的洗腎的動作 那阿嬤也很幸運 他恢復狀況非常的不錯 那也順利能夠康復出院 那所以另外一方面 也要感謝家屬能夠配合我們的治療 那我相信我們張基 在這個新冠的治療上面 其實是很有經驗 那成效也是非常好的 阿嬤11月4號確診 然後到急診的時候 醫生宣布重症 然後當天的話 我們家屬都很擔心 然後直接轉到中華院區 然後透過黃醫師跟醫療團隊的救治 把阿嬤這麼年紀高齡的拔給救回來了 然後希望這個案例的話 可以讓很多老人家更安心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還要感激劉青山劉副院長 因為在那個星期六的時候 阿嬤他的急性腎衰竭 他的甲離子還有酸中毒比較嚴重 然後他緊急洗腎完之後 狀況就好轉 所以也很感激劉副院長 所謂醫病共享 跟這個共同決策 實際上他精神就是站在病人的角度 也站在醫療角度 做最好的地方判斷 那有三方面 第一點是家庭的合一 看到這個阿嬤的家庭是非常美滿 所以一旦都有個決策出來的時候 他們全家族都會支持 第二個他與我們醫療團隊的溝通 也是很好的 雖然是在疫情中間隔離病房 很難溝通 可是實際上一些電話 或是一些間接的接觸 他們都相信我們提出的意見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是非常對他們家屬的 所以這時候 第三個的話 就是說他對醫療人員的信賴 那同時也是還有我們張基 在牧寬院長的這個帶領下 每個團隊都是有相當好的 所以說我們的腎臟病的團隊 他們也獲得民國109年的 疾病的所謂的認證 跟疾病共享的一個金牌 我想說這都是一個認證我們的醫院 他是那麼實在的為了病人著想 最後還是希望大家能夠 繼續跟我們醫療團隊溝通 有很好的溝通信任 那最好的決策 帶給病人最好的幫助 謝謝